蜡新闻152 152 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12月30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对于台中中二选区的立法委员的补选 只剩倒数的10天了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发现 颜清彪 颜宽恒 颜立民这个家族 他们近30年 以台中的颜清彪的一个三路里的里长起家 到现在为止 他们真的是权大势大 然后呢 羞耻之心 毫无底线也就罢了 他们可以通吃中央 然后呢 包揽地方 台中市政府的颅秀燕 被颜清彪 颜宽恒家族压在地上 闷不吭声 跟个卢小小卢秘书一样 被各界嘲笑 他也不敢有任何任何 对于所谓猜违舰这件事情 更明显的作为 而在中央 我们也很不幸的看到 交通部对于105号码头 颜宽恒他的 用职权图利这件事情 到现在没有任何茶茶的回应 法务部对于台中地检署 究竟他们那关于菲律宾女佣案呢 是不是涉及诡异的命案 就算是已经过了追溯期 但是这个案子的档案在哪里呢 我们跟台中地检署要求要 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他们的回答是找不太到 不知道20年前的可能销毁了 然后没有下文 国防部呢 清泉钢产业园区严加燃指 而且呢台中市政府配合还评 在八个月之中呢 就完成了三次的环境评估的会议 这件事呢 国防部的旁边的空军基地 清泉钢究竟可不可以盖产业园区 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 国防部有非常严谨的态度 接下来大家更毛骨悚然震惊的是 财政部所属的国产署 跟国产署的台中的分署 他们呢公然帮严家洗白夜 严家要租一块地 可以不必清空就招标 而且呢权力金还可以从78万 降为23万 更扯的是 在817招待所 是12月2号 国产署被立法委员追究之后 发现那个地方也有国家的公园地 国产署呢叫严家呢 要交补偿金 交完补偿金呢 还要等他们 看什么时候帮他们继续合法使用吗 我们的中央的政府 面对严家 也是十分的卑微 地方政府卢秀燕 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绑在了严家的身上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举文化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脆弱的真面目呢 今天我要非常非常悲观地告诉各位这个现状 但是我也要乐观地跟大家说 选民是推翻这一切的主要的力量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心 今天早上我有跟林静怡来沟通 他的选情当中所碰到的中央的事务官跟地方台中市政府台中选委会 一起跟严家勾结 而且这个网络到现在为止十分紧密的一个丑陋的现状 他到底怎么想 结果他的回答是 他了解这个状况已经被严家绑到了极致 他说就是因为这样他一定要拼到底他必须赢他要赢 因为如此林静怡才要赢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今天赤裸裸的把所有的真面目告诉各位 请选民告诉选民 我们要的是一个属于台湾人的民主 不管你是行政院的选委会也好 不管你是行政院的国产署 不管你是行政院的国防部 法务部 不管你是行政院的交通部也好 你们的事务官烂到这个 跟严家能够勾勾结结 这个是互相在那里 互航包庇的状况之下 选票可以给你痛急 选票可以作为一切正义力量的支持 同时我们要谴责的是李静勇 这位中选会的主委 昨天他到台中去 他去赞赏台中选委会做得非常公正 做得令人赞赏 同时间前台中市长林家龙 在民进党主持的一场所谓的进场守护 支持林长佐跟林静怡的记者会上 还痛批台中选委会不公正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呢 台中市的民进党的市议员 昨天晚上被台中市的支持者 跟台中中二选区的居民 跟选民们骂得臭头 到底内幕如何 密心如何 怎么样跟选民来对话 我们今天有民进党的陈廷飞委员 他在现场 他也是民进党的重要的党内的干部 我们介绍今天的来宾 再一次跟大家说的是 我自己身为一位节目主持人 不属于任何的政党 我属于的是民主的真相 我属于选民 我属于的是是非 管理行政院是哪个政党 管理台中市政府是哪个政党 我们今天要求选民 跟正义站在一起 介绍第一位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 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他也是冒着被告的危险 冒着可能走出门去 要穿防弹衣的危险的 陈锡勋 陈大哥 柯姐好 大家晚安 好 谢谢 民进党的台南选出来的 立法委员陈廷飞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请到于北辰将军 等一下他告诉我们一个内幕独家 你不要走开了 要听他怎么讲 于北辰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这位他也被告 前天才到了台中地检署 李静勇 苏院长 交通部的王国才部长 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 国防部的邱国正部长 以及相关单位的国产署的 曾国基署长 当你们在那里 明明糊糊在睡觉的时候 为求真相的人 是禁法院 禁地检署 而且还要冒着 可能生命会受到伤害的危险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现场的 这位温朗东先生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最后为各位介绍的是 资深媒体人于妹妹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 一开始就来谈 盐宽恒 所有的力量都在暗中 明着帮助盐清标 盐宽恒这个黑金势力 继续要重新的死非复燃 而今天是12月30号 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火苗 那个火苗就是要让我们这些 把盐宽恒 盐清标家族 所有的黑资料 来公布到各个选民的 跟台湾人的眼前的同时 他们想要把我们给扑灭 今天我们仍然要谈的就是 他们试图想要掩饰的 这个所谓的沙龙庄园 这个沙龙庄园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等一下 陈其勋大哥要综合告诉我们 这是盐清标跟他的楼楼门 跟他的这个是身边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人头门 一贯的手法 公亲便士主 人家请他做选民服务 要保留一块大土地的债权 结果最后三转四转 变成了盐清标的 这个他拥有的土地 而且还盖了房子 卖出去大赚一票 最后留一块地 自己盖了这个 像皇宫一样的庄园 今天呢 我们透过卓冠亭 所找的这一张图发现 盐宽恒从头到尾都知道他在盖一座大维建 因为他的图章在这里 这是2010年到2014年期间 这个是2014年的1月2号 他们台中市清水地震事务所建物测量成果图 意思就是他去验收的时候的一张图 对不对 这张图上面清清楚楚的有盐宽恒的名字 可见得盐宽恒心知肚明 他在这块1250坪的地上 所盖的这个主建筑物 一开始就预谋是违建 但是他是怎么说的 他被抓包之后 27号记者会说 住家当初是委托专业建筑师跟营建单位 按照法律规范来申办 是否有违章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媒体民进党说了算 请教朗东 这个图证明言宽恒清清楚楚知道 而且各位我们整理了很多相关资料 至少他们家的两大维建 817招待所跟这个沙龙庄园 都是在胡志强做市长的时候 爽爽爽 非常这个有恃无恐的 完成了他们的伟大杰作 没错是集体犯罪 寇姐你看到说在第一层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叉叉这个图形 四点七公尺 乘以五点五公尺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的对照其他一二三四层 都有留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用我手板上面这张图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样的一个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都有留这个空间是什么 其实这个董建筑人就知道 这就是天井 那为什么我说第一层很重要 因为第一层用不到天井 天井是让从楼上这样子打个空了之后 让阳光可以从上面洒下来 让房子中间比较不要那么黑 那一楼为什么要天井 一楼会挖那个天井 观众这个图就代表什么 有地下室啊 那个天井是透过一楼直接穿到地下室 让阳光可以穿进去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为什么会觉得很惊悚呢 因为他是台中清水地震事务所 那个时候在使用执照也已经发了之后 去建物测量的成果 就是房子已经盖好了 你必须要验收一下 他跟原本的设计图一不一样 他的时间点在哪里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一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测量日期就是一零三年一月二日 就二零一四年一月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房子已经盖好的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光是那个一楼 有天井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地下室就已经挖好了 可是他原来规划是没有地下室的 不只如此没规划地下室 而是他去看的时候 看到地下室视而不见 天底下没有那种房子 已经盖好了之后 突然跑去一堆怪手 去挖地下室了 地下室是最早挖的 挖完地下室之后 旁边做连续壁 然后土 土方 怕旁边土方会压进来 然后用钢筋 或者是用钢梁一个慢慢的往上盖 从来没有什么 你这个已经盖好四层楼之后 突然间去挖一个地下室出来 所以意思是什么 延换人签章了 还有底下的那些计时计证 还有公务员客长 全部都卫照文书 全部都是有刑事责任的 他们对整个地下室视而不见 你这个整个清水地震事务所 你就出示一下 你当初去勘察的这个时候 一定有拍照片 你从一楼 你总是走进一楼里面 你有没有拍地下室的照片 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完全不合理的天井 好 第二 他这个违禁有多么严重 大家看到是说 他这边只有四层楼 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个建屋的这个图 你会发现 大家请看他有几楼 这边比较高的这个部分 一开始有门拱的部分的话 他算是一楼加夾层 后面就是一到这边是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这边最上面那一层是五楼 在设计图上是完全没有 在这个不是设计图 实际测量上是完全没有 就四层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整个五楼都是违建 整个五楼都是违建 夾层 夾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突出物一层 突出物呢 但是就原本最顶的这地方 会有一些修饰的啦 會有一些修饰的地方 第五层楼全部都是违建 第五层楼就是违建 还有那个天井已经不存在 为什么 大家仔细看 上面没有洞了 他那个时候验收的时候 是有天井的 然后他的建筑物 现在看起来 五楼屋顶上面 是没有天井的 他取消天井 取消天井 大概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说原本天井是希望采光能变好 可是像是岩家这种土材组 没有这个品位 他觉得室内面积比较重要 他就把天井封起来 而且还用这个方式去挥避法规 因为在法规上面 有建幣率跟容积率 他这个在申请上面 容积率已经申请到满了 他每多一平 每多一平方公尺 都是违建 结果事实上他把天井封起来 所以你去算一算 光是这四层楼的天井 算一算平方公尺 一百零四平方公尺 五层楼 如果用四楼的这个样子 面积去算的话 大概一百二十九平方公尺 还加上地下室 也是一百零四平方公尺 加起来光是违建 大概就一百零八平 他光这里面的违建 就一百零八平 结果还视而不见 那我还发现更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看到二零一四年的这个时候 这Google街景 不是什么国家机器 大概每个人公开的资讯 Google街景图上面 二零一四年二月 就是他刚刚看完 测量完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 这建筑才盖到一半而已 他上面的话 还继续再盖 加在五楼还盖到一半 这样子可以发使用执照 这样子可以直接让他过关去盖森 这完全是匪夷所思 那以后所有的这些建筑物 就随便插两个钢梁在那边 那个主结构 随便插两个柱子在那里 楼上都不用盖 直接发使用执照给你 后面你爱怎么建 爱怎么违建就怎么违建 反正主管警官不会再去看 这完全是架空了 我们所有的建筑法规 没有看到一个这么离谱的一个案例 有监控人被问到说有没有违章 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媒体跟民进党说了算 他自己的章就盖在那边 那个就是他申请的 这个从一个假的一个天井上面的违建 到五楼 到整个建筑师的这个事务所 还有连清水地震室的那些祭司 那些客长 大家联合起来去包庇 他的一个违建跟犯罪 那我们讲这些还不包含我们前面所提过的 我们前面提过这个图 大家应该看得很熟悉 这个是我们在讲的 他现在这个违建的部分 就增加了一百多瓶左右